今天的各位宾客,各位部长,联合国专家和各位青年代表,你们好,我是中国青年女演员郑爽。 首先,非常感谢联合国亚特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市新创新中心提名我作为Youth for Climate中国青年代表团特邀代表在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教育日高级别论坛发言,刚刚听到了各国教育部长在推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的各项努力, 以及各国青年代表分享他们在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受益匪浅。 首先,我觉得气候变化教育,公共创导和青年冰凉在推进气候行动扮演出重要的角色。 祝贺和感谢联合国气候变化通家工业秘书处举办了今天这个教育日, 高级别论坛,让我们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看到这一重要议会中制定行动计划。 近几年来,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嘉宾都深切感受, 跟着我们青年青年人一起对气候变化问题愈发关注起来。 幸运的是,我见证了中国在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担当。 一年,人和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主题是《It's time for action》。 是时候行动了。 不久前,我们正式发布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已行动2019年。 年度报告,2018年,中国碳排放量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 已经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排放量强度,比2005年下降40%到45%的承诺。 我们国家稀奇地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作为一个发展性的国家,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我们艰苦卓越的努力。 同时,我也很荣幸能坚负起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的责任, 以关注呼吁与鼓励整个社会参与到利益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 这次行动,我了解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发起的气候行动青年支撑项目, 介绍给青年人创造一个空间, 使他们能够就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分享观点,提出倡导。 从而激励其他人采取气候行动, 同时也了解到由中国青年发起的年红科, Climate,气候变化,青年行动志愿者项目, 在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中国气候变化民间行动网络, 是新创新中心等机构的共同支持和唱囊下, 也将共同助力支持联合国气候行动唱导。 目前已经招募了近5万名青年设认者, 共同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学习唱导和行动中。 而且让人兴奋的是, 未来一年,在各机构的支持下, 志愿者的数量也将突破10万, 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关注气候变化的青年志愿团体。 这些志愿者将提升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意识, 会去气候行动创新解决方案, 身体必行地做出气候承诺, 他们也将成为绿色低碳的青年人才。 我还了解到, 中国民间组织还将进一步发起气候变化教育项目, 并且通过联合国南南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机制, 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培养绿色低碳人才,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作为公众人物, 我愿意参与到这场保卫地球未来的战斗中。 现在是行动的时刻, 我愿意发挥我的影响力, 与Yungful Climate和中国志愿者一起, 携手各国青年人为推动气候变化的倡导, 学习和行动, 做出一份努力。 谢谢。 这是我首次来到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的确收获很多, 印象深刻, 那具体来讲分为底下几点。 第一, 我觉得教育和公众倡导, 在推进气候行动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刚刚在高级别论坛上, 我看到各国的教育部长, 还有国际组织领导人, 还有青年代表们分享着和展示 他们在推动气候变化教育和畅导方面的努力。 只有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和重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 那我们才有能力让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我们各界应该大力支持青年参与到气候变化的学习, 创造和行动当中。 我有机会和Unifal Climate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交流, 他们的学术能力, 还有创造力活力都非常的触动我, 印象很深刻。 他们来自中国最好的大学。 那我想只有我们培养成千尚万的, 像这些青少年一样的关注气候变化的优秀人才, 我们才能真正的完成低碳执行的转换。 刚刚也听到联合国亚赛经理社的会长、 司长, 还有世青创新中心的秘书长, 介绍气候变化青年行动的项目。 真希望未来中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有更多Unifal Climate青年代表团者加入进来, 也希望未来中国青年人可以更多的与亚太国家连接起来,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多的支持。 在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 我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对应气候变化的努力, 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低产业转型和达到减排目标, 无论是我们中国的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是扎实工作, 落实承诺, 目前的成果来之不易。 刚刚我还参观了很多的展馆, 并且与几个国家的展馆工作人员交流起来, 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尽快完成他们的承诺, 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对应气候变化方面所需求的资金还有技术。 最后, 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未来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 从自己做起来支持气候变化教育, 倡导和行动, 助力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的世界。 谢谢您非常非常感谢, and I will try to work brief to translate in English.